还有两周CES2023就要开展了 到时候英伟达、MD、英特尔都会公布大量的全新产品 包括407移动端、RTX4070Ti、13代酷尔移动端和FAK系列 以及锐龙7000的新品 除此之外这RTX泰坦又有了新消息 那最近硬件圈都有哪些大事呢 赶紧直接给抢来看看吧 上一张泰坦显卡大家还记得是哪一张吗 自从这307出之后 就几乎听不到泰坦系列的消息了 新进卡皇转而变成了全新的90系 什么4090、3090Ti啊 甚至4090已经变成了目前最具性价比的40系显卡 不过有关RTX泰坦A的消息却一直都是层出不穷 进入外媒摩尔定律14就展示了所谓泰坦RTX新卡的工程样卡外观图 整体来看非常类似于40系 配色也同样是银灰色 但在摩尔定律14制作的渲染图中 这泰坦厚度达到了四草 还有一些金色点缀和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浮雕字体设计 这厚度真就是主板插在显卡上了 显卡比板砖还重 这么大的散热器也忽然让人联想起了几个月前泄露的一张英伟达样品卡 最离谱的就是其既然配备了先前传闻中的双16pin供电接口 那岂不是要8个8pin的供电线才能够运行 而且这要是烧了也是双倍快乐 当然这种卡用双16pin接口也难过理解 毕竟RTX4090的一些非公就已经是双16pin了 比如影池的名人堂RTX4090 当然这渲染图也只是摩尔定律一死找人随便做的 你看这输出接口和电源接口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除非这卡的PCB版5厘米厚 所以大家也就推乐 而且很可惜的是 这张泰坦大概率已经止于原型卡的开发阶段 即便后续推出也应该是以4090Ti的形态闻式 早在今年7月天天泄露的硬件圈舅舅党KIMI 就透露过这泰坦的消息 说这张卡是基于AW4GPU架构 采用了满血的AD102核心 AD102450A1GPU 拥有142个SM 也就是18176个扩大核心 KIMI还透露了 其配备了48GB的GDLX显存 这这梦回思路太难是吧 总为宽问384bit 使用的还是24GbpsGDLX显存的内存模块 可为GPU提供高达1.152T每秒的VRAM带宽 以据21Gbps内存芯片的RTX4090相比 内存带宽增加了14% 好家伙 如果按照这个规格 这才是真正的卡黄 就以RTX4090为参考的话 这泰坦加速频率达到2.8-2.9GHz 应该引而轻松加愉快 所以这卡的复电性能完全有望突破100T复电 至于该卡的功耗嘛 KIMI则表示TPP高达800W 此配置的测试版应该也是具有双16P的供电接口 不过KIMI在10月份就表示 该卡已经被取消了 转而将以4090Ti的形式登场 根据摩尔定利以此的分析 老黄短时间内也不会放出所谓4090Ti的消息 更别提亮相了 因为AMD那边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4090依旧会霸占卡黄的名号一段时间呢 另外一边下个月的CES展会还有两周就要展开了 大家期待的新卡、新UO、新主板也都将分分两项 目前英伟达、AMD和英特尔都已经确认参展 成为英伟达将于北京时间2023年1月4日零点举办新品发布会 预计会带来RTX4070Ti新卡和RTX40系移动端 而AMD将于北京时间1月4日晚日10点由苏妈亲自出厂 带来锐龙7000系列的新品 估计是非X系列、Zen4移动端 甚至是全新的Zen4X3D系列 可能还会有RDNA3移动端的消息 英特尔GPN虽然已经确认了参展CES2023 但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活动时间 估计旗下会带来13代Core非K桌面端CPU系列 和第13代Core HX、HK、H移动端的新UO 应该还有即将在下个月底推出的13900KS 整体来说值得期待的新内容还是蛮多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临近 各大厂商也都放出了相关产品的信息 比如联想旗下最新的iDiPad 5 Pro笔记本电脑系列 就采用了AMD全新锐龙7000HS和锐龙7000U 以及RTX4050移动端 包括我们之前提及的RTX30506GB移动端 也已经出现在了其中 看来老黄这边移动端的花火还真是多 到时候的CES展会 我们也会进行同步转播介绍 大家记得来看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意见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